这个女人是当红明星 此刻却在视频里任人玩弄 而录下视频的不是别人 正是这个国家的检察官 他们的权利究竟有多大 不仅能在军事禁区享受日光浴 反常还有警察开道 甚至能操控总统选举 只需将黑料交给支持的一方 便可以坐收胜利果实 小帅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可高中时期的他还是小混混 每天打架 混日子 一天回到家 偶然看到父亲因为偷东西 被检察官施暴 小帅突然明白 这个世界上权利才是真正的力量 他决心成为一名检察官 凭借自己多年的努力 小帅终于如愿以偿 但却发现和自己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每天要处理30多件案子 领着微薄的薪水 还要加班到很晚 这天 小帅发现一起老师侵犯学生的案件 最后尽以和解的方式解决 而且赔偿金也少得可怜 旁边的助手说 这个老师其实是某一员的儿子 而受害者家属既没关系又没背景 还身患残疾 差距悬殊 小帅虽是混混出身 但又很强的正义感 他把老师叫到面前 可对方却毫不在意 于是小帅当即将其关押 正当他整理好证据 准备替天行道 大学同期的老杨却来找他 称只要他放弃这件案子 便可以将小帅调到总部 从此升官发财不用愁 小帅看到视频里 郑和女明星把酒言欢的公务员们 不用辛苦工作却仍然风生水起 而自己整天忙碌到半夜 只能领到微薄的薪水 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最终 他选择撤销了诉讼 而前辈也遵守了诺言 从此 小帅告别简陋的办公室 搬到了总部豪华的办公大楼 在老杨的带领下 两人搭电梯来到顶楼 发现这里聚集着政法界的名流 坐着非法的勾当 而位于权力中心的人物 就是战略部三部的韩强之部长 韩部长一现身 小帅就完全被他的气场郑着 老杨带着小帅来到部长面前 又叫来老师 想着两人当着部长的面和解 可小帅不愿意和这个人渣握手 对方又处处挑衅 小帅忍无可忍起身要走 没想到 韩部长朝他扔来一个杯子 他走到小帅面前 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 实实物者为俊杰 蝶把路走窄了 小帅无言以对 为了表忠心 他拉来那个老师 与他喝了交杯酒 就这样 小帅成功归入了韩部长的麾下 男人被绑在椅子上动他过 下一秒 几只恶犬蜂拥而上 男人被活生生撕成了碎片 这就是黑狗帮一贯的手段 残忍至极 而阿崔也是黑狗帮的成员 送走了韩部长 老师还在小帅面前不断挑衅 就在小帅要上去要揍他时 身后却突然出现一个男人 将老师打翻在地 原来是小帅的发小阿崔 高中时期 阿崔是另一所学校的校拔 两人从没交过手 于是吃完饭便来到公园切磋 最后打成了平手 阿崔临走时 对小帅说 以后会在暗处帮他除掉阻碍 有了阿崔的帮助 小帅很快在总部立足 还成了韩部长的左膀右臂 他们经手的案件轰动全国 让高官们都感到惧怕 时间很快来到总统大选 选边站成为了最重要事项 因为一旦站错了队 就要丢饭碗 而韩部长掌握着很多正要的把柄 只要在合适的时机爆出黑料 就可以利用舆论操控民意 在他的一系列操作下 顺利让支持的一方当选 不过也因此树立了很多敌人 一位女检察官打算扳倒韩强职 而刚加入没多久的小帅 就成了切入点 因为阿崔是黑道 凭着自己有小帅这个靠山 迅速扩张了自己的地盘 还私吞了黑狗帮老大不少钱 女检察官便借机曝光 韩部长与黑道油染 让韩强职竞选检察官长的计划泡了汤 而阿崔也因此被黑白两道追杀 最后被警察抓住进了监狱 事后 韩部长将小帅和老杨打了一顿 开始重新整顿自己的势力 老杨也找到小帅 让他回到地方避避风头 临走时小帅去看望阿崔 得知阿崔的地盘都被夺走了 并让他拿自己多年藏的钱救兄弟 可小帅却用阿崔的钱 租下一幢海边别墅 盼着有一天老杨来接他会总部 可老杨没盼到 等来了女检察官 对方想说服小帅一起对付韩强职 可小帅当然不从 脱衣服赶走了女检察官 随后就驾车去提醒老杨 没想到老杨却让他辞职 小帅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不过是一颗气子 失去价值就被一脚踢开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 阿崔出狱时却没见到小帅 反而得知小帅不仅没救兄弟 还花光了所有的钱 阿崔便打算找小帅寻仇 心灰意冷的小帅喝醉酒走在街上 发现身后一辆车紧紧跟着他 车门一开 原来是韩部长和老杨 他们邀请小帅一起去吃饭 三人正有说有笑地开着车 突然一辆车撞到了后备厢 在冲击力的作用下 车子转了好几圈 直到撞到路边才停下 三个人都受了伤 恍惚中小帅看到是阿崔撞到他们 被送到医院后 部长和老杨对自己不闻不问 便匆匆就转了院 又过了六个月 小帅从阿崔的兄弟口中得知了真相 原来阿崔当时是为了救他 才把车子撞停 原以为部长和老杨是来接他回总部的 没想到却踏入了陷阱 他们是想把小帅杀掉 然后让他做替罪羊 而救下小帅之后 阿崔就一直被韩强职追杀 终于有一天 他不想再过逃亡生活 于是就去黑狗帮自投罗网 被韩强职和黑狗帮老大杀死 扫除了阻碍 韩强职成功当上了检市长 老杨也坐上了部长的位置 而小帅却失去了唯一的朋友 他很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 无意间 他想起韩强职说的话 唯有复仇才是政治运作的唯一哲学 于是 他决定要为阿崔报仇 小帅利用岳父的关系 组建了一个公关团队 随后又召开记者发布会 打着司法改革的旗号 公布自己将参选国会议员 还公开了韩与黑道的关系 果然 会议一结束 小帅就接到了韩强职的电话 两人约在一家餐厅吃饭 韩以小帅妻子的生命作为威胁 而小帅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显然双方都没捡到什么便宜 第二天 韩也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并且动用关系请到了更多的记者 想以此在舆论上占优 而团队成员们还在为小帅梳理发言思路 可谁也没想到 此时他已经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在会上 小帅宣布自己会放弃参选国会议员 他要参选总统选举 这下舆论风向瞬间扭转 利用平民律师揭露司法丑闻这一形象 小帅大获成功 无论韩强只想用什么方法扭转 都已于事无补 他已然成为了所有人的百姓